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我全全全号的名字总共有四个 Fish 变Fish 变语服 小学四年里才有个Johnny的名字 五周年的卡片 又想收了 最近选课 一开始是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叫我姬姬 因为头发箭坏掉 从背后看很像XXX叫我姬姬 然后现在大的时候是因为 我的名字容易被看错都叫姬姬 所以后面 然后个性也有点婆婆妈妈 所以之后就是记忆了 分享的小事喔 我每次的小事都是在烦恼 未来 出车的保重 穿的暖 我最近帮我家蛇拍了很可爱的照片 然后去买相机 学摄影 我是小鱼 然后有人叫我阿拉友 我学会煮茶叶蛋 我在XX工作 然后最近觉得煮茶叶蛋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情 然后就放下去 然后他就煮茶叶 你就卖一次 你就转 好看喔 有人一起玩 就成他 很难玩 只要一起玩 还是很棒 我觉得玩具可能就是一个回忆吧 因为我不会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存在在 那个我没有得到的这一块 因为得不到的最想要嘛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在玩具这个上面 可以把精力花在另外一个东西上面 只要九二九十就对玩具比较没有那么... care 但是还是会玩 分为小孩子的玩具跟大人的玩具 大人的玩具是什么我都不讲 但各式非常普通的 像合玩啊 卡牌类啊 娃娃啊之类的 我自己比较常接触喜欢吃文化的人 常常会收集很多像这样子的卡牌 或者是娃娃之类的 常常让我看到的是他们很珍惜某样东西 如果玩具就是真实代名词 GNC出的黏土人系列 然后它可以换状 可以做一些动作 它是可动式的吧 小时候喜欢玩甲虫卡片那一类的 集卡册然后收集那些很有成就感的 现在其实看到那种 比较精致的游戏卡片还是会收集 以前很想要的甲虫卡片再重新再用钱收购一次 金钱许可范围内都会收 但比较追求它的精致程度 就是希望它有个浮雕啊 或者是至少会闪破他们的精致 小时候就是会死皮大脸 知道要到我一直不然我不会罢休的那种 现在长大就是会先思考 我是不是真的要 是不是会有一种 原来这就是成长的感觉 像10岁我跟20岁的我 还是会有一点不同 假如说小时候就是会 有那种库隆魔法式的卡 珍珠美人鱼的麦克风啊 这种我都会跟我妈 帮到底啊就是一定要啊 然后现在长大之后看到 可能路上看到漂亮的裙子 好看的化妆品 我都会先思考一下自己 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 毕竟现在出现的是我 不是我妈 最贵的话 以前有个叫忍风战队 特色品都特别喜欢坏的 同一小巢爱 有一只叫薩卡印的人偶 他有一次在我们出门之后 我带着他去菜谷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所有通路都走过了 没有一样的就绝版甜兽 整组都有卖 就唯独缺那只的也是 我现在也还在找 但是找不到 喜欢的好了 我比较喜欢 我是那种比较喜欢玩手游类的人 像我有一个很喜欢很久的游戏就是 很舒服 就是超级玛丁 从红白机到最新的那种 手机的我都会玩 我都有玩 串联了我整个的童年 就觉得原来以前的游戏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不喜欢红色 我也不喜欢洋娃娃 现在长大了就是完全不一样 洋娃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东西 可是我还是会怕 他在那个眼睛那边 然后嘴巴就像我一样 然后一直盯着你 我就会觉得 啊天啊灵魂要被吸进去了 我厌世 就是会有 每一个年龄层都会有 我的不一样喜欢的东西 我又是觉得 好像又长大了一点 最莫名其妙的玩具 是我18岁的时候 我18岁的时候 收到的生日礼物 我自己要求的 洞丽莎 压起来会有那种 舒服的声音 我说我最好的生日礼物是 洞丽莎 我一定要要求我一群 可以告诉好朋友 然后大家就是 铺了一个 墊子在桌上 然后大家就一起玩一下 会有加护手霜 但我觉得 反正就 到版卡的话 重点是我那一包 拿出来 没有假虫卡 那种 陷阱卡 就类似陷阱那种功能卡 以前玩 然后现在就有回坑 但是 没有以前的爽感 以前都是 刷下来 现在都是 好像在刷商品里面 逼一下 应该说旧版的比较好 新版是怎么样 新版的会硬错 然后 还有分什么 神卡 跟那个 非神卡的差别 就是我以前 圣诞节的时候 每年都会收到 我妈的礼物 一定会写下 我很想要的 这个玩具 他一定要得到 所以我就是 写好之后 去贴 丢完之后呢 我妈又生气了 圣诞的玩具 这种东西还没有意义 然后我就说 他可是我想要 然后我就撞架了 然后我撞架 我就没有拿到 我就很难过啊 隔天吧 就是我妈好好看 我真的很难过 这样 然后画一盒的东西 然后那盒东西就是 很流行的一个 卡通节目 叫做花样明星 其他 你可以这样 其他人 当时的年代 好像也差不多 卖150块 所以其他人是很贵 然后又很严价的东西 完全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妈的时候不想买 十一年前 我 其实玩玩具 我都算是陪玩 我们家姐妹很多 所以 要玩都是大家一起玩 我们不会 有单独的情况 就拿走 就直接拿走 然后 如果当事人不知道 那那个就是你的了 我都会抢豆牌 拿一个豆牌比较强 然后比较强 就会暗扛 就会纳为己有 前年或大前年的暑假了 那时候我 堂地堂妹通常会从 美国回来 然后 我就会 就是阿嬷会叫我们 把我表哥的玩具箱打开 那个箱子好大 然后打开之后 就看到一些一千万的东西 都帮她取杯子 还有一个刚到我都叫她夏美 然后我走到差不多 深大左右 刚收到的黏土人 就是东方project 所以 我就是把整个系列 所有的角色 全部卖下来 然后当时也很喜欢 新一支卡比 去买 就是那种收纳盒 就防衬盒 那种这样一排一排一排 所以就是整个整排 都是黏土人盒丸 之类的东西 就一八角拨人 一八个角一定要玩好 我现在最想要的可能就是公仔类的吧 我不一定她要实用 就算她是一个小卑物 但是她只要长得好看 她就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最想要应该还是希望 之前不见的那一支可以回来 虽然她做工没有很惊喜 但是 真的到现在还是找不到 不知道是人气态迪然怎样 就是无数可 非常喜欢 她会动人可怕 热爱她 花钱得到以前得不到的东西 因为你也知道就是 妈妈有时候就会跟你讲 你那个烤多少我就买给你 然后等你真的烤到 她也不见了 会买给你 你已经很棒了 但是 就在你心中有个缺念挂着 所以 其实以前想要就是 像甲虫卡就是以前 就收掉了 然后之后的都没有看到那些单数 但是在网路上有看到那种 他们都会有一种DM 然后就是跟告诉你 这一次游史那些 看到你就会觉得 哇好漂亮我也想要这样子 快想到跟 就是网牌因为没有自己的账户 也没有邮局 就是 就整个时候 拜托让我买 这个东西 120块加运费快200块 你确定要 你确定不是诈骗吗 因为我有一次真的被诈骗过 正版全部卖你 然后我还记得他就 我还有留了他的电脑 有自己的手机 之后 然后钱有比较多之后 就开始 收购以前的东西 有 有梦想成真的感 虽然有时候还是觉得外国月亮比较远 还是觉得别人手上看起来比较整个耶 可是 其实能握在手上 其实还蛮珍惜的 一定意见得不到 现在其实 翻开手边的机卡车 什么都能看到 就还蛮不错的 哦 想到 成 啊 玩具吗 我最近蛮喜欢挖的 就是 棉花王 小买 15公文的为主 对 如果可以的话就再多买一次 他再多买一些 就挖 买好看 就是喜欢凯亚烈的卡牌 然后喜欢 黏土人 然后喜欢 现在喜欢 呃 娃娃 然后之前也有一阵子很喜欢 蘿莉塔 然后曾经喜欢过Gosplay 所以 我觉得这些换装的东西 实在下 都是我很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相似之处就是 嗯 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相对不同的地方 是有 现在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玩具变成 不见得是 缺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的 那一份力量 对 但我依然还是 觉得这些东西是 很重要 对 嗯 我是觉得 聪明然后现在其实 真的是没什么变故 不知道还是幼稚 还是真的就是 从以前就是那样 嗯 就觉得 想要的 就是 很想要的 然后目标真的没有变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还满 三分钟热度的 但 有时候 特别想要一个玩具的时候 就真的就流到现在 成年了 已经二十了 还是超想用那个东西 我现在一样还是很喜欢玩具 玩具就是 很高兴 是 我们住宅 一家说 我们选择 我们做的 听 bi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